来 你们是什么的 小玉 你怎么会在这里 正阳哥 这两天为什么都没见到你 也没有直播 天天往这里跑 这有什么 正阳你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秘密 是不是在里面藏了个女人 你这里是不是有秘密 瞒着我们 那个你没听我说 我小玉 我什么都没有知道吧 你要相信我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了 你们是不是都跟着我 对啊 真的 小玉 你居然带着他们跟着我 我们这么多长的时间 是小玉带着我们来的 是我们自己来的 我们这么长时间的认识了 你居然都不相信我 我 你又没说你去哪里了 而且天天往这里跑 不是 我是不想让你为我去担心 所以说呢我就瞒着你了 那你有什么事要跟我讲啊 你们今天呢就不能进去 什么不能进去 我们一定要进去 你们还是先回去吧 我们要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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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写作业是吧 他们是谁啊 他们是我的朋友 你作业写完了没有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他是谁 怎么还叫你腰霸 他是谁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秘密 我们更要进去你先啊 不是你们先听我讲 今天呢有些事情呢 我真的不想去和你们去说好吧 希望你们能见谅 小玉 你能不能先带他们先回去 不行 我们一定要进去 小玉 要继续看看 你能不能救我的 不能不行 你这里肯定更有秘密 你有什么事情就跟我讲 你能不能救我的 你不能进去 不能进去 哎 爷爷 那他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那你不要难受 嗯 我去看一下哈 那个 这两个 这怎么还有个老奶奶 怎么回事 今天 你也看到了 我也就不满你了 我这几天呢 奶奶的病情非常的严重 我这几天呢 都没有睡觉 在这里一直和爷爷 一直守着他 奶奶怎么回事啊 奶奶是 这个我就不方便讲了 现在病情非常的严重 知道吧 然后呢 我也不想让你知道 可能说呢 不想让你去担心 因为我和奶奶呢 也是挺有缘分的 我第一次来到这边的时刻 奶奶呢 就让我住在她家里面了 因为当时没有找到房子 奶奶对我非常的好 我一直没有去告诉你 所以说呢 最近 奶奶可能做的就是 那个 我有一点失态了 那个不好意思 因为老人嘛就喜欢有人在陪伴 因为奶奶呢可能说呢 也没有就是 这我就不说了 那个 奶奶你别 别难受啊 那郑阳哥这对小孩呢 这是因为他爸爸妈妈出去工作了 所以说呢我有时候来给他买一些东西去照顾他 所以说他有时候就喊我叫腰霸知道吧 嗯真的我不想去瞒着你了 但是我也不想让你去为我去担心知道吧 这样吧我们就先出去吧好吧 郑阳哥你有什么事情我们一起分担啊 你跟我们讲 那这样吧我来给那个奶奶聊几句 你们先出去吧好吧行吧 我奶奶这些都是我的朋友 你别难受啊 我先出去看一下 对吧好吧 小雨你怎么在这里啊 你怎么还哭了 别哭啊 过几天你爸爸妈妈就回来了 到时候我去接他 我和你一起去接他好不好 别哭啊 今天在学校 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做业都写完了吗 写完了 写完了是吧 那就行 要吧我想我爸爸妈妈了 想爸爸妈妈了是吧 没事没事我来抱抱 那这样我带你先进去吧外面太冷了 走吧 对不起啊是我误会你了 没事小雨 你给他们讲就是别在这里忙活了 真的我也感觉等一下就是对不起他们 好了 嗯 嗯 那个走去跟着进去吧 来进去吧 那个小雨你给我进来吧 郑阳哥啊 这几天我也没什么事 我就留下来跟你一起照顾奶奶 嗯 你一个人肯定弄不过来的 你留下来方便一点吗 那这样嘛 那那那也行 嗯 那就可能说辛苦你了 嗯不辛苦 我我是想的你爷爷奶奶都把身体也不好 所以说呢我就没有告诉你 我这两天呢就是 在这里看着奶奶知道吧 你爷爷奶奶的话就不用担心 我堂哥堂姐还在 好那我知道了 先让他们回去吧 这天马上快黑了 好 要不然等一下 对不对他们也不好走 那个 你们要不先回去吧 好吧 再次对不起 没事没事没事 要不然等一下天黑了 你们不好走 知道吗 行 要不然我们先回去了 我们明天再来买点东西 买点太奶奶 太奶奶 好好好 那 那个 那不好意思 那你们先走 行吗 好好 那小玉你送他们一下吧 好好 你先走 他们再来说 他来了 你自己走 就是 有mandy